中文飄逸的E 网游戏做游戏聊科技 今天让我们来做游戏 哈啰 你好 大家好 我是终于始终的中文飘逸的E 本日的主题让我们来聊聊 新的C3更新的功能 去年 我主要在3DCarola这一块 做了一些影片 来跟大家介绍这个好用的工具 那个版本是262 在这个版本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它有什么新鲜的功能 那我们到C3Release这个页面上面 看一下有哪些资讯 首先是R280 开始页面跟一些新的版本 这个部分的话在Edit 其实还蛮明显的 过去的画面我没有刻意去截图了 但是现在其实它将很多常用的功能 放在这个页面上面 你可以看到像Arcade 或是 AssessDoor 或者是像Watch News 还有论坛 都放在这个上面 其实这个功能是蛮有用的 因为之前如果我想要进到Arcade的时候 都是要再开一个页面 然后搜寻 Consult 3 然后Arcade 然后才可以 点到 它的Arcade 那这时候我才可以进到我自己个人的 曾经发布过的游戏 用这种方式连过来 那现在它当然就是将 这些东西整并到这里面来 它在这边这里做整合 你如果要看到更完整的时候 这边右下角 你要点这个 Browser Examples 进来之后呢 进来之后呢 其实现在它这个版本里面 它提供的Example真的很多 很有趣 就是一个大宝库 如果说有想要参考一些游戏设计的话 可以进来这边再看一下说 别人设计了什么东西 你可以从那一个样板里面直接点进去看 像先前我们提到的3D的部分的话 你好比说这样这个坦克车的移动 你点进来之后 你就可以直接看到一个小视窗 它在展示说 使用了3D的这个功能的话是怎么样 它这一个范本里面是 A跟D是移动它那个坦克车的头 然后上下左右的话是可以移动的 这个很明显就是用3D Camera去做的 这很有趣啦 其实有兴趣可以参考一下 因为毕竟C3在3D这个部分 他们真的花了很大的力气去 方便的去开发一些3D的游戏 这个坦克车其实蛮屌的 就是 就是 你不管怎么走 它的头 永远都是朝着同一个方向 这让我想到那个 就是攻击啦 然后被人家 移来移去之后 头永远朝着同一个方向 这好像怪怪的 Anyway反正 这是一个不错的例子 这是游戏机制 哦里面这边也提了很多 像什么样实作跳跃啦 或是二端跳 或者是 攻击啦 有的没有的 这个部分其实也可以进来参考一下 很多例子真的是 在这里面参考就可以使用看 像这个 这个例子我很喜欢 所以如果说你要做一些 像 格斗游戏的话 其实还不错 这游戏很简单 它就只是 就 就只是 只能加它没有敌人 我不确定 敌人 应该是 要怎么样可以点 如果可以对赞 应该超棒的 不过你可以看到 当你按上下左右的时候 左边都提示你前一个按的时候 所以 它的Z跟 Z就代表A X就代表B 然后 它前面这边就有讲说 你前前A 就前前Z的时候 会发出 跳跃 OK 然后 后前B 就会变成 TaiSanBloggen 然后下前A就是 Bloggen 好像没有生龙拳 这个例子总之我很喜欢 真的很想从这个例子 直接去做一个格斗游戏 一般预设如果你直接 从它的那个首页进去 它会进到它Stable的版本 就是285.3 目前的版本是285.3 如果说你有需要看一些 比较它新的功能的部分的话 像这个R286 286它就讲 Template Future 跟一些使用者 这个部分 这个版本我之前 已经进去看过了 然后它算是 比较有趣的功能 以这个版本点进去来说 因为这不是Stable版 那 它在右边这里 就会针对这个版本 你可以去体验 这个Beta版 那你就直接点这个Lounge R286 这边这里的话 它会跳提示说 你是否要用R290 直接看R290的版本好了 那我们就Update 那这个部分 它其实跳过来 就是R290的版本 R286这边这里讲的是说 它多了一个叫做Template Feature 那这功能是什么呢 过去我们在新增一个Split的时候 假设这是我做好的 你可以看到右边这里 其实就会多一个我刚才建立的S 这个Split新的物件 然后放进来之后呢 其实它都会用 你第一个建出来的物件来做大小 所以如果说 我这里如果调整它的Size 那下一次我再拉进来的它就是小的 其实你可以看得到 最左上角的这一颗 就是所有 你从右边直接拉出来的Prototype 可是这一点比较吊诡的是说 如果当这个时候 我把这个家伙删掉 那你再拉进来 就会变成大的 其实你根本不知道哪一个是 你设计出来的 第一个物件Prototype 反正你分不出来 谁才是他们的父亲 谁才是他们的孩子 过去我都会做一个Prototype的Layout 然后就是 它可能有一些 它的行为啦 或是它的一些属性大小 这就当成是他们 接下来我所有 拉进来的所有的父亲 那我回到我真正要 游戏开发的这个画面的时候 我知道我拉进来的 所有的都是小孩子 在Prototype的这个Layout里面 我永远会留一个父亲在这里 所以就不容易搞错说 我到底现在拉的是小孩子 还是父亲 就是Prototype 回到这边这里 我们现在来讲 那个Template的部分 Template的部分的话是 它这个功能 其实我认为蛮好用的 就是 你可以在这边这里 左边 左边这里 你可以选它是Template 然后 我设定它叫做 PARENT Palant 那这个接下来 我现在拉进来的 物件 虽然说我还是可以 调整它的大小 我现在在这边 拉了三个 然后 这个时候 我指定它叫做 Replica 应该是复制的意思吧 那这个Replica 都是先对于PARENT 你可以看到 如果我勾PARENT 所以它一样是S的 这个物件 但是 它的父亲是这一位 所以当它 调整大小的时候 所有其他的 小孩子 都会跟着 直接做改变 这样是还蛮好用的 一样如果说我 对它新增了一些行为 好比说这样八方向 加了之后呢 它所有的小孩子 都会 自动被加入 八方向这个功能 所以当我执行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所有的小孩 都会全部继承了 父亲的这一个功能 再来的话 再来的话 它从 287 288 289 290 最近的改版 其实 比较多都是在讲 HTML Element 的Plugin 我其实自己测试了一下 我觉得这个 虽然没有想象中的 那么好用 也就是说我本来 预期它会是一个 内部的视窗 可以将另外一个 网页内容捞进来 不过其实后来我发觉 它就是一个 可以显示文字 然后文字是 透过HTML的Tag方式 来实现的物件 这个部分讲的有点悬 我们直接看它的那个 范本 HTML 我怎么 找不到呢 我想起来了 我想起来了 因为我现在进的是Stable 所以你大概怎么样都 找不到HTML的说明 所以我们必须要回到 Beta版的最新版 然后进来之后 然后Launch R290 那这个时候应该我才找得到 Example 对 因为其实Example 它在R290这个部分 你才找得到 好 我这边先关掉这个 然后按New 有有有有有 好 在它官方上面 其实有说这个Example HTML 这个Element 它们目前 有推荐你使用的是什么 一个就是 你可以拿来写 就是这个Table OK 所以 这个Table的话 就是以前我们 在C3里面 如果有一整排 资料捞进来之后 不管是用Json形式 或者是Array形式的话 我们可能要花很大力气 才可以做出这个Table 那你现在如果用HTML 这个 原件的话 你就可以很方便 直接把资料捞进来 然后放到这里面 那另外一个的话 它的Example 是这一个 就是你有看到 这个是它HTML 的那个边界 然后 你可以把一些字放进来 然后 它甚至它的那个Button 的元件 都是具有功能的 那这个Link的部分 就是这样 这可以展开 它给你展示了说 在C3里面 现在如果放了 这一个HTML 的元件之后 你就可以很方便 使用HTML 好 Anyway 这个是它讲的 重点是 我们到底要拿这个 来干什么 除了刚才讲的Table以外 还有 像这样的东西 可以大小写CSS 什么之类的 如果是我个人 在用的时候 我应该 我应该 我应该拿来用在 好比就像对话框吧 我先说一下 就是 我们之前 其实是可以 透过Tex 这个物件 这个东西 你当然可以透过它的属性 去调整它的大小啦 垂直 边界什么 有的没有的 但是 它当然还是不会像 HTML 里面的那个 CSS Style 那么好用 像是恋爱游戏的那种 对话框 这边 这里我试着 放入它新的Element 就是HTML的Element 它的背景可以调整的 把它调整成 有点红灰红灰这样子 看一下Demo 好 明显看到下面这也是我说 我想要Demo对话框的部分 来做一些动作 当它建立的时候 我们 我有简单看过它的功能 不过你可以先设定它的Content 它的Content像这样 那如果我们这边打入它的字串 好比说打入像是ABC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执行效果 好 执行 执行又看到ABC像这样子 那这里我们用F12 用工程模式看一下 其实它就是一个Diff 如果说你有用过HTML 写过一些网页 你就知道它就是一个Diff 所以这边这一个Diff 就是你的了 你要做什么事情 就是你的事情 执行 这边我们直接改用CSS style 然后FontSize等于30px 这就比较标准的CSS做法 然后执行 我们从工程模式这边自己也调好了 90呢 看起来就有效 好 那它里面是吃CSS的 那里面吃了CSS的话 那我这边就故意做两段文字 所以你看它就可以在一个 同一个Split里面 一个Element里面 直接产生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文字风格 这样其实一定程度上是方便的 因为以前我们如果就是可能有两段字 好比说第一段字 我们可能是讲说是Score 就是Score 就是分数 我这边这里一样把它重新调回成30px 我第一段文字我希望是Score 但是第二段文字我希望它是另外一个颜色 那过去我可能要拉两个Element 才能达成这件事情 现在我只要透过HTML里面的Element 我就可以将它变成不一样的颜色 这个不一样的颜色 我必须要透过CSS才能够去达成 所以这边这里我们的FontColor 这边这里故意把他调Red 好 那我可能设定成是9999 这样子 好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OK你可以看到 在同一个元件里面 我就可以去做到两段不同的文字的风格 这个部分如果不清楚的话 我来举一个比较直接的说明 就是我现在这边这里 先新增一个要是过去 过去的部分如果我要做这样的事情的话 好我必须要拉两个元件 那这个时候我必须要再拉第二个元件 那代表的是分数 像这样子 所以这样等于我就两个元件 那两个元件还好 有时候如果说你有七八个元件 你就必须要拉七八个元件 其实过去我也没什么 没有什么抱怨 反正做就是这样做 但是如果现在有了这个HTML 这个TAG的话 这个Element的话 你就可以在同一段里面 去做到这一个事情 是蛮方便的 相信这边这里如果支援DIF的话 应该就会支援Scrollable Scrollable就是 如果我今天填入很多很多的字的话 我就复制这一段 好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到这边这里现在是往下跳 跳过去了 这里的话我可能就要设定它的 这个本身的CSS OK 这个效果真的马上就达成了 哇我超意外的 欸这真的很方便耶 我的天啊 我其实刚才在做的事情就是针对这个DIF去下那个 CSS 然后我下的CSS就是 它是可以滚动的 有没有 这个最后面这边这里 Overflow Auto 就是我刚才最后加进去的这一个属性 那这个属性在程式码里面是可以 就是透过 Set CSS style 它其实就是一个 Key Value的对应 我刚才这样测试完发觉 所以我猜你大概八成的东西应该都可以在这边直接使用DIF的内容 这个部分我觉得可能潜力无穷啦 你可以做很多功能 好以上大概就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CSS 3D Camera之后 有两个功能 第一个功能就是HTML 第二个功能的话就是Template 那当然还有就是他们有针对版面去做一些更新 让你比较方便的去使用 CSS以来都是有在更新一些功能的 是让我觉得很棒的 如果说你喜欢我今天的影片内容 还请按赞订阅加分享 我是钟义 始终的中文飘逸的义 那就让我们下次 再见 HELLO 你好吗?今天一切还顺利吗? 这一阵子无论是国际局势或者是疫情都处在一种紧绷的状态 我相信无论是谁都会感受到这巨大的压力 我只希望这一切可以赶快过去 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 最重要是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哦 那么在此 献上我万分的祝福 咱们就相约下一次 再见咯 拜拜 这一天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